由石门狮子会所举办的捐血救人活动 在今天上午于石门区公所前举办 而石门狮子会表示 为了努力的实现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这个口号 一年只来两次的捐血车 这次开进石门服务 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捐出满腔的热血 由石门狮子会所主办的捐血救人活动 今天上午在石门区公所前举办 一大早就有不少民众领着捐血资料 单准备抽血 许多路过民众都顺道来捐血 石门狮子会表示 每年都会在石门举办两次的捐血活动 而为了鼓励大家捐出热血 这一次还准备了大量的赠品 要给捐血民众最实质的回馈 但是我们往年来讲 大部分应该都有140代 140到150代左右 但是今年可能要突破这个数字 肯定是很难 尽量用这比较实用的赠品 让我们来关回的人 产生比较高的意愿 但是拿回去也比较实用 石门狮子会长表示 这一次的捐血活动 这一次要感谢石门狮子会 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 我想从这小小的地方 由石门狮子会来发起 希望能全区能享益 是十门卫生所 这一次特别配合这一次捐血的活动 来这里服务民众 帮他们打流感疫苗 现场除了有许多赠品 鼓励民众捐血 石门卫生所 也借由这一次的活动 提供施打流感疫苗服务 而为了鼓励当地民众 多多参与捐血活动 响应公益 这一次主办单位 也准备了许多赠品 而市职会说 像这样子富含意义的活动 期盼大家都能够踊跃参与 为地方做出更多贡献 造福社会大众 记得去短译石门采访报道